这可能是你6万预算能够买到最大排量的国产复古车 高金GK1200 目前有三个最新消息 定价6万多不到7万 上市时间今年3月份 车辆完成度几乎是100% 硬件配置上不会驾有改动了 所以今天借到的这辆车 约等于量产车的品质 试下的参考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我总结了三个优点四个缺点 结论放在最后 从外观设计 发动机账面数据来看 高金GK1200可以看作是 复刻版的凯旋T120 那么做工配置 其心品质是否能够媲美凯旋呢 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聊 金属件的做工 我觉得是可以比肩豪爵了 高金可能在塑料件上 没有豪爵更下功夫一些 但是高金的汉宫细节很讲究 这不关表现在外层能够看到的地方 打开后座 两侧车架的汉风也是对称的 内部走线很规整 在做工的品控上 高金把握很好 能看得出是想往精致的方向上靠 既然打开座垫 就说说它的电控系统 GK1200是国内首个搭载 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车子 就是基于这套马瑞利电喷系统实现的 除了阿普利亚 国产其他车厂 拿到这个牌子的授权合作 还是很难的 高金也是通过布雷斯通 间接打通了合作 马瑞利电喷系统 也是GK1200的核心优势之一 我们接着看仪表 UI普普通通 外观也有点老旧 和凯旋的质感差距有点大 可折叠设计的芯片钥匙 这个手感是不是顶天了 手把按键模块 延续了GK500一贯的模具风格 没有用的那种公用模具 按这里可以转换为运动模式 动画做的还是蛮流畅的 独立的ASR系统按键 放在了右车法上 手把整体的界面 简洁平均 往下看 QiB正值前茧 这个原厂的设定 我真的是又爱又恨 后排骑车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实际的减车效果 斜烂式的浮条轮加真空胎 其实并不算是新鲜的技术 饱满的ADV 凯越525X都有配置 既保留了浮条轮毂的抗冲击性 又有利于硬机补胎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好袭 动力心脏 账面数据和凯旋T120 几乎是一毛一样 刹车 不用500那套西护了 改用日系 双侧是对称的鱼类排气 这个造型我觉得是要比奔达凯旋更好看 我个人会更倾向于排气整段镀铬 当然老师傅读镀落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工艺在视觉上会更闪亮 长期也不会因为发热导致氧化变色 排气中段原厂就包了一层防烫罩 我个人是觉得骑士啊 停车不太容易烫到腿 后座下来的人要注意一下 我个人要注意一下 两侧的防晒杠也是原出厂就安装好的 曲度和排气管的走向比较一致 看着是很优美协调的 来到了骑行三角 车子的重心是明显要偏向车头的 刚立起来的这一下 就会感到这车啊 起码是190公斤以上的重量 这个车重啊 我猜测主要是来源于发动机的放置位置 但是后边高筋也没有二次设计 我估计是凯旋他重心做的也不好 高筋把缺点也一起抄过来了 我猜呢 齐心姿势比较轻松 手办位置也合适 不需要过分前线才能够得到 16级油箱宽大好加持 经济模式的油耗 摩布会期间就有过曝光嘛 大概是4.5 还算是很水油的状态 但实际期间可能会折合到5 甚至6 坐一下后座啊 是有坡度的这种 如果带挡泥板的话 建议加一个靠背 或者是扶手 如果骑士忙着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的挡泥板就无了 先说说经济模式下的 动力输出 1000到2000转速 电子油门感觉有些疲软 但是在2000到4500转速 范围是填区 动力攀升的也比较均匀 推荐3000转速换挡 动力的衔接度就很丝滑 轰到5000转速以上 会有发动机压榨功率的嘶吼声 攀登到6500转速 达到最大马力82匹 这个过程动力可以说是远远不绝 并不难达到巅峰 整体来说 这车123档 在街道骑 简直是万能大金油 2000转速也不会有 拖挡咳嗽的情况 低扭可以用强势来形容 3档2000转速 开始往上拉速度 往里使劲要灌油 动力也不会突然 莫名其妙的爆发 相对平顺一些 这个曲线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你骑过 500到800含量的这些车子 上手1200会觉得如鱼得水 并不需要摸索它的脾气 加上复古车的调性 这台车子的调降 实际上约等于800排辆左右的 街车或者是ADV的动力调降 再转化一下运动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如果你拧大了 会有种手拖把的感觉 让我想起第一次 骑杜卡迪的时候 能够理解搭载ASR的用心 不仅能够在起步加速 路面情况不好的状态下 避免轮胎打滑的情况 也可以降低车友们的操作门槛 同等油门开合的程度下 运动模式相比到 经济模式的动力输出 能有15%到20%左右的提高 输出动力曲线 有种指数上升的趋势 骑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可以说是街道猎手 冲件十足 能够点燃你的征服欲望 运动模式建议改名为 1200狂躁 说说电子油门的开度 或者是ECU的动力调降方面 也是目前车友们 争议比较大的地方 分为两个阵营 一 经济模式下的动力太过勇猛 如果没有500这类的 中等排量过渡的话 骑这车会觉得压力很大 有一闯一闯的 不太好骑的感觉 第二种阵营呢 觉得它动力澎湃 但是完全hold得住 调降约等于700到800cc的 动力感受 动力输出 相对于这个排量里的欧洲车 调教来说算是比较线性的 失去代步也合适 既可以实现灵敏超车 也能hold得住动力 慢慢溜车 不会有低速 拖沓咳嗽 甚至是熄火的问题 可暴躁 可温顺 对电子油门的掌控并不吃力 实际上呢 这两种阵营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就是看了第一种说法 对1200有一定的恐惧 我皮衣护肘肉装上了 就怕忙出去 到我真正骑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1200就这样 我会更同意震营2的驾驶体验 不过我剪视频的时候 仔细一想 第一种车主的试驾反馈 是比较保守安全的 它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 控制右手 静温速度 也是对大排骑行经验 请缺的朋友们 一个友好的提醒 二呢 可能是担心高筋质量车的动力调教 会对中小排辆车友的升级不太友好 如果再调平顺一些 接近650甚至是 700800排辆的输出范围 可能会更贴合 车友上下班代步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试车体验区别大的原因在于 是否符合自己的骑行习惯 或者是骑行经验 咱们不管是试驾车商的样车也好 试驾朋友的车也好 都要保持基本的敬畏 稳妥为上 保守心态 不盲目自信 安全第一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刚拿本的小白 或者是骑300盘辆以下的车友 这车是不建议直接入手的 说回来 这辆车的换档体验 很清脆 找N档很轻松 着重说一下 KYB的这个正制前减症 真的要吐槽一下 前减症还是硬 但是这个车的振动控制 要比GK500强很多 GK500的减震大柱子 在原厂的状态下 过减速带 能够感觉到那个落差 直邦邦硬挺挺的 传递当你的手 屁股袋子 以及小腿上 上面有一些坑坑洼洼 或者是铺装不均匀的路面 你都能知道 因为手把就要开始收到回馈了 原厂减震调的真的是 硬邦邦 邦邦硬 我会在GK500三兄弟那期的视频里面 详细跟大家说一下 车子的其他体验 那么GK1200就改善多一些 坐垫更厚更软 后置减震双管 这个可调 过减震颠簸的路面 来自屁股的滤震效果 就要比500强很多 但是手把的位置 还是能感觉到硬邦邦的路况 高情商来说 性能车就是要体验这种路感 实时掌握路况 轮胎采用的是BENALI 这款个人觉得是 偏向日常街道使用的轮胎 今年天气还算可以 冷胎状态下吸力效果OK 比较抓地 前轮100 转向不是很费力 但是车子的重心偏向车头 加上比较长的轴距 模拟左右骑行绕装的情况 会觉得有些许对抗感 很大原因是 这车得还你知道吧 我得收着点骑 万一摔了就要现场提车 所以操控有一些僵硬 说说它的日性刹车 制动系统 GK1200的刹车条项 我个人很喜欢 前段敏锐有力 单手指就可以实现驱动 仅次于杜凯蒂那颗BURAMBO 但是不会有强烈的撞强感 和GK500的刹车力道差不多 这点我是喜欢的 其他方面呢 发动机的发热量 确实也比较可观 像成都现在这个季节 它徐徐的暖风 会透过我的家人 牛仔裤吹过来 感觉就像在考一个 低功率的小太阳 夏天可能会比较难过一些 最后做个总结 有点一 性价比高 外观上来看 整体设计可谓是 1比1复刻凯旋T20 换个logo完全可以一家乱真 价格却只有凯旋的一半 确实很香 有点二 动力调教方面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符合 这辆车的定位 不需要再像平顺挂的调教妥协 妥协到最后就会变得平庸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 就是符合这个排量 这个风格下应该有的动力 二三档市区也很自在舒坦 第一印象就是 低纽强劲 换车欲望强烈 优点三 配置领先国内友商 高津呢 也不是互联网造车 是有工业底子的大厂 配置上起码达成了 两个国内首上成就 首个搭载千亿力控制系统的 工生级国产摩托车 首个国产工生级复古车 这说GK120 我个人不喜欢的四个地方 一开头就说了 仪彪丑 质感差 二 钱减硬 过坑有打手感 但比GK500三兄弟调教的 要稍微软一点啊 三 排气和摸摸会上 卖关有差距 没有镀个 镀落也行啊 不知道量产车的实际情况如何 四 这个地方的街口汉风不完美 漏了一个大口子 这不太像高津的风格呀 可能是敢供样车 没有处理好这个结合点 不知道量产车的实际情况如何 希望能够改善 如果你的预算在期望以内 又喜欢复古风 想要一辆从中大排量过度工生的车子 喜欢休闲 平顺和激情澎湃 随意切换的骑行风格 那么这部车子值得推荐 反正对我的吸引力是蛮大的 各位有空可以去试驾看看 试驾地点在成都的名其机车馆 在年前质量车子都在 也特别感谢成都本地的UP主 首席试车员提供的拍摄机会 各位要预约试驾订车 咨询三者的话都可以滴滴它 如果你有哪些感性的车 也可以弹幕留言 我负责 你负责点个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